花蓮市上置路一間氣修廠 在凌晨三點多發生大火 附近住戶說 聽到類似爆炸的 蓬蓬聲被驚醒 等到出來查看時 已經火光一片 由於氣修廠內堆放了 汽機油等有機溶劑 火勢迅速的延燒 所幸都沒有人員受傷 因為那個這氣修工廠 本身裡面還有瓦斯 跟一些乙缺 還有一些氣修的油料 所以他的那個火勢燃燒的 非常迅速 所幸是我們的人員到達之後 已經控制得當 目前已經先把這些危險物品 已經先移除了 那目前火勢也已經控制當中 在做藏火處理 大火夾雜 濃煙波及了 鄰近的兩戶透天錯 連廠內停放的貨車 都被大火燒成廢鐵 隔壁住家的鐵皮屋頂 也被燒毀坍塌 所幸住戶及時疏散無顏雙網 而花蓮警分局消防隊 總共是派出了七個分隊 前往滅火 一個小時之後獲得控制 燃燒面積大約是270平方公尺 3103戶全都被燒成廢墟 而警方初步研判火 是從汽修廠內串出的 期貨原因仍在調查 HELLO 我是燕鳴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